电影将袁龙官宣 作为2024年最受期待的华语片 这部电影真正称得上群星闪耀 官宣阵容应该是按戏份排位的 主要演员有张子怡 王传军 易杨千玺 梅婷 赵丽颖 雷佳英 另外张宇 杨幂 云芳 李仙 达鹏 范伟 刺杀 王阳 张子峰 谢娜 白玉帆 林用剑 张雪莺也都出现在演员标里 将袁龙凯基以来 最热闹的莫过于赵丽颖粉丝跟杨幂的粉丝 就到底谁是女儿的问题私翻 闹得嘴离谱的时候 还有行销号说杨幂 赵丽颖都是张子怡推荐的 因为知道自己不扛票房 需要秘力合体 帮她给电影造势 成就张子怡离婚后开门红 这条微博当时上了热搜张子怡本人 跑到评论区硬呛 并没有 Shut up idiot 哈哈 真的好爽 这次电影官宣算是定调 女儿的位置给了梅婷 谁也别吵吵了 其实杨幂愿意在这样一部阵容强大的影片里 陈下喜来演一个小角色 我觉得是好事 一方面说明她平和了 另一方面也说明 电影的魅力不在于哪个角色有多少戏份 而是群体的力量 角色无大小 每一个都重要 正如电影官宣文案说的那样 过龙堂 终生悉数登场 书命向 总乱传奇一生 将圆龙的导演陈可欣20年前 在上海拍摄了《如果爱》 周迅达金城武 如今金城武引入陈烟 如世外高人般 化身为一抹传奇 周迅整音如意传 被互联网小将们 拉出来游街 阔别20年 陈可欣重回上海 带来的是中口味民国契案 将圆弄杀夫案 不得不说电影也有命数 殿下张子怡演女一的时候 张王还你弄我弄 台积前一个月 张子怡与王峰忽然关学离婚 电影将圆弄 当天就冲上热搜 一方面大家知道 张子怡认真搞事业有多强 一代宗师 就是他在三重门之后 人生低谷气拍的 龚二横扫各大电影节奖项 虽然还是他那种尽劲的演法 但龚二身上能听见 岁月流转的清脆声响 另一方面 虽然张子怡没有公布离婚原因 但王峰渣男的形象深入人心 如今流行的离婚逆袭大女主剧本 有哪个彼得上离婚后演一部杀夫的电影 江元龙因张子怡的离婚被打上了 天生异红体质的标签 虽然还没在国内供应 却已经入选今年 嘎那电影节的非竞赛展映单元 张子怡确定将代表江元龙走嘎那红毯 时间如白居过戏 据张子怡上次出现在嘎那已经五年了 上一次在嘎那 张子怡一碗泡面 只吃丝口上了热搜 耿王峰视频问李福透不透 一副幸福小媳妇的模样也上过热搜 如今物是人非 丈夫变前夫 好在电影还在 嘎那电影节的影响力已如既往 他们像情绪稳定的旧情人一样 瞪待张子怡的回归 为啥现在很多女孩都热衷于搞事业 就是因为她稳定啊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自己努力赚到的东西 谁都拿不走 将袁龙的故事原形虽然是民国奇案 但最终的结局不仅有深刻的女性 觉醒一时的烙印 而且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 凶手周慧珍是孤儿被亲戚卖到上海做丫鬟 17岁主人做主 与典当行的伙计詹云应订婚 21岁正式嫁人成为詹周氏 詹云应身形高大 打老婆是她的日常 婚后第九年被打得几乎已经 嗓尸神志的周慧珍 用一把菜刀将詹云应砍死 并且焚尸16块装进了行李箱 血水顺住墓地板流到楼下房东家 房东报警 周慧珍被抓 案件并不复杂 周慧珍担任作案 最终被看出死刑 女作家苏卿等人在了解案情后 意识到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凶杀 而是一次女性共通命运觉醒 她不仅在自己主持的杂志月刊上发表文章 更联合上海当时其他女作家开辟 沙夫案比谈专栏 认为将员弄沙夫案并不是周慧珍向恶而生 而是整个社会对女性欺辱与压榨的缩影 在这种社会舆论下 周慧珍提出上诉 恰逢抗战成功大赦 她的死星被改成死缓 被关在上海提兰桥监狱 1949年解放周慧珍被下放到苏北大风农场 她再婚度过了平静的后半生 沙夫碎尸的确耸人听闻 但这个案件最传奇的地方 还是横跨半个世纪 苦名人得以善终 电影将原龙筹备了七年 斩周是这个角色 陈可欣选择张子怡是明智的 张子怡的演技外放 善于情绪 从极度压抑到释放的表演 而且人算不如天算 台记的时间点太对了 演员个人经历的涅槃重生 与角色的女性 一时觉醒形成了巧妙的护文 总观影史 这种姻缘忌讳最容易出经点 如今年轻一代的网络重浪小将们 称张子怡为门医 暗讽她走过的艳照 乍捐 扑抹没三重门 虽然不算一个美好的称呼 却莫名有种老娘不care的气势 很适合如今的张子怡 出道以来 张子怡身上最重要的标签并不是 华月以后而是她的野心 她穿中式肚兜登上国际领奖台 与权势男性公布恋情 当时这个恋情瓜有一个有趣的售后 说两人分手的原因 是在北京买婚房的时候 蓝芳不仅要搞婚前财产公正 还不肯在婚房上写她的名字 与霍启刚弟弟霍启山恋爱时 被香港狗仔拍到 那时候的她春风得意 不知道命运已经为这些好运飙了加码 2009年末到2010年初 三重门拉开序幕 导致张子怡的口碑滑入谷底 邓文迪投资的雪花与蜜善幻觉 野心女王被人人喊打 她接受采访 说如果自己不坚强 不自信 每一天都会被突如其来的事情击倒 这段从高处跌落的经历 正巧被王蔚家见到 成就了一代宗室里的龚二 如果没有三重门 张子怡演不出龚二的 知 如果没有龚二 张子怡也没那么快走出三重门 以前女人的一生与爱情有关 如今女人的一生与事业 似乎勾连更加密切 龚二之前的张子怡 无论事业还是爱情 甚至朋友圈走的都是顶尖路线 混的圈子也是邓文迪 招姨娘 龚二之后她变得务实 彻底放弃了豪门梦想 不过张子怡身上的执拗劲 倒是一点也没变 并且直接体现在了她的择偶上 下架给玩过男王方 应该是张子怡心中 一个稳妥的选择 首先男方对这段感情 表现出了巨大的激情 其次按一般人的想法 公众人物经历过一次婚姻 一次未婚生育 大敌也该收心了 不服输的水瓶女张子怡 大约还有一个痴念 就是驯服浪子 让反对的人闭嘴 事实证明生活专制各种不服 张子怡离婚的时候 粉丝敲锣打鼓 觉得姐姐啥损失都没有 应该欢天喜地 在旁人看来 离婚只是两个字 但对于当事人 那是一段漫长的路 无论明星还是普通人 其实都一样 现在回头看两人的婚姻 尤其参加恋宗时 的确有种刻意的恩爱 这种刻意感 很容易出现在被看衰 被反对的关系里 通常在这种关系里 联系两个人的不是同频的爱 是同频的对抗 他们都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过 爱会滋养人 对抗只会消耗人 其实很好理解 为什么在婚姻的最后 存续期间 张子怡会那么憔悴 大约天生好强的她 为维系这段婚姻 已经耗尽了元气 婚姻最终已离婚收场 对于把样样都要比别人强 写脸上的张子怡来说 是命运的恶作剧 不过命运对她实在太好了 随之附送了第二次涅槃的机会 这个题材又恰恰是在命运敲击下 女性的觉醒 以及最早的Girl Helps Girl 离婚后的张子怡一头扎进剧组 半年只更新了三条微博 一条铭记南京大屠杀 一条宣传匠原龙 第三条是2月9号 她45岁生日 45岁 我拥有了更多的自信和勇气 感谢一直努力的自己 人生在启航 配图没有艳压 很日常也很淡 45岁 人生重新出发 对于女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野心 我喜欢这种野心 说来说去 无论经历了什么 人活的还是一种生命力 努力奔跑 不为人烟 不怕摔跤 牢牢抓住 能让你获得安全感的那个东西 不屈不挠的生命力 最感染人 期待酱原龙 表演如酿酒 演员个人的经历是酒曲 会在表演中散发出独特的味道 那些不愿意在八卦新闻中公布的答案 在电影里 我们也许能看到 对香港人的经历都是郑尽的